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華裔女子硬生生被武裝分子掳走 鏡頭還拍到她的男友也被押走 華視新聞獨家掌握 這名男子是橘皮幽龍頭場 輝達以色列籍的員工 職位是DFT工程師 資深是他們親友的人 在社群上貼出兩人過去照片 呼籲大家關注 消息指出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已經發出內部信 告訴同仁有員工被綁 輝達也向華視證實 這名男子確實是公司員工 員工和家人的安全是首要任務 輝達向受害者家庭表達慰問 同時也強調在這艱難時刻 會持續與他的家人保持聯繫 輝達在以色列有不少投資 而以色列在半導體領域 占比最高的是IC設計 和成熟製程代工 英特爾正打算在此設新廠 本地也有全球晶圓代工排名 第七的高塔半導體 但戰火讓不少以色列員工 得上戰場 科技業人力變動下 有市場消息認為 台場搞不好會因此得到轉單效應 可能會有 但是不會很顯著 我們台灣在這個IC設計 本來就是市占率 就已經是有一定的基礎了 所以說在既有的基礎上面 再往上加跌 其實那個幅度會有限 地緣政治瞬息萬變 尾巴衝突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影響 還有待觀察 華視新聞黃澳天王晨晃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